好接上个视频 我们现在呢 我们找好穿鞋带的位置 给它从里面穿出来 刚刚勾的紧了 不太好穿 我们就用这个大头缝合针 给它拉出来 啊 拉不出来了 咱们有缝合针的话 有缝合针的 就是我两边都用的缝合针 没有缝合针的 就自己用勾针勾一下 它就出来了 就是找在洞眼里勾 它就好穿一点 然后把这两边给它比整齐了 比的一样的长度 好 比成一样的长度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交叉着穿一下 从上面 因为这个鞋子比较小 我就穿两道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 也给它穿两道 好 给它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 把这个鞋带收紧 好 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 给这个小鞋子 给它 绑好鞋带 然后 打上蝴蝶结 大家根据自己 喜欢鞋带长一点 就勾长一点 留长一点 不喜欢那么长 就留短一点 这样子 然后我们 把这个下面 给它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 看着比较好看一点吧 做装饰 把多余的给它剪断 这个一般都是配的稍微长一点 然后大家强度去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剪裁 然后呢 这个小鞋子我们就勾好了 扣好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鞋子就是比较洋气的 这个男宝女宝都可以穿的 颜色呢 根据大家自己搭配 喜欢的可以去小店下单 然后 留备注 备注颜色啊 或者是发给客服都行 这个小鞋子 我们的教程都已经给它录完了 大家喜欢的 记得关注我 多多支持 感谢大家的观看